大家好,歡迎今集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大家都肯定聽過Hannibal Melchie 漢樂寶的中文譯音就是這位天才小子加盟了我們曼聯 去年加盟了 去年初初在U18打了一輪 後段時間上去U23打了一輪 今季正式升上去U23 剛剛代表U23打了第一場正式比賽 就是EFL Trophy 我們以6比0贏了 久而不已作為班主的Selford City Manchester Evening News有一個報道 引述了我們U18的教練 Neil Wood 究竟我們怎樣安排這位17歲的神奇小子 因為如果太早升上他一隊 可能會不妙助長 所以Neil Wood就跟大家說了 我們已經有好安排了 那怎樣安排呢? 儘管看看他怎樣說 Hannibal就是17歲的進攻中場 但我也曾經看過他推上去打正中鋒 可能是學一下位置 而剛剛在6比0贏了Selford City 那場球賽 就踢得相當出色 一個助攻一個入球 亦都令到很多有看場球賽的萬聯球迷 勾括加利利維利對他讚口不絕 甚至乎有些球迷已經希望 會不會已經有能力上一隊 就像剛才所說 其實Hannibal也是去年才剛才由U18提升上U23 Neil Wood就說 我們要給他一點時間 因為他想他預備得更好才上一隊 看看Neil Wood怎樣說 他說 我們大家都看到 其實Hannibal有多厲害 但是除了他現在的實力之外 他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很多東西要進步 我們看到他有腳法 亦都在球賽中有一個大局官 他亦都很敏捷 但是除了這些優點之外 他們還有一些東西需要去改善 所以我就不會這麼心急提升上他一隊 因為他是一個什麼人 他很願意去學習 很願意去改善 他亦都很明白 賽事裡面他有些什麼是需要進步的 所以這件事令我可以慢慢跟他進步 預備好他上一隊 這樣 他就說 雖然踢U23 可能未必有這麼多 跟大人 或者正式一隊的球隊去比賽 但我們今年的U21 我們會有一隊U21 Hannibal當然有份 就會去打EFL Trophy 有機會在那裡 就會跟一些不同的球隊 正式的球隊 去做一些比賽 絕對可以累積到Hannibal的經驗 我們都當然 整個教練全隊都會 一起去看著這群球員 包括Hannibal Hannibal本身來說 這個季前熱身 就相當表現得很好 狀態也不錯 所以我們希望今季 他都會先跟我們 踢U23 然後到季尾 如果有相關的適當的時候 再看看情況 這個就是Hannibal 很多朋友都聽過他的名字 我相信也看過他踢球的片段 儘管大家有興趣看Hannibal 今年踢得如何 記得留意我們U23的賽事 或者EFL Trophy的比賽 我相信他都會是我們的主力 這兩隊球 除了介紹Hannibal之外 這次乘機的機會 介紹多一位球員給大家 就是18歲的Anthony Ehrlinger Ehrlinger 我猜應該是艾寧家 我猜應該是 艾寧家 艾寧家 就是瑞典的U17角腳 他在兩邊 踢兩邊的進攻球員 令到剛剛這場EFL Trophy 這場比賽 令到Selford City的兩個閘位 真的疲於奔命 因為他兩邊都試過踢 兩邊都令到他們的閘位球員 很辛苦 加利利維利 就有評述這場比賽 因為他作為Selford City的老闆之一 他不是踢球 他也做了評論 他在評論的時間 都這樣說 這位艾寧家 真的很棒 有點像亨利 大家是不是很吸引呢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他 艾寧家14歲已經過了馬亂 他是從馬毛轉過來 即是從瑞典的球隊轉過來 但是很可惜 上個球季有五個月都受傷了 所以上個球季就不是踢得那麼多 Neil Wood也說他 除了說Hannibal 也有說Anthony Ellinger 即是艾寧家 應該叫做 他就說今季 艾寧家將會是U23的主力 他的步速相當厲害 爆發力非常之大 所以他衝散了對方的守衛 也經常見到 他也無論是控球 或者不是控球的時候 都很清楚到他應該要怎樣做 但又是那句 他也有一些事情需要進步 包括甚麼呢 包括他的控球 包括他的全球 以及在最後的三分一 即是到射門 或者助攻的情況 要做一些對的決定 他就用了一個例子 他說這場球 的第二球正正就是這樣 他控球控得不好 掉了一點點 如果他控得好一點的話 應該就是一控 就第一時間傳給隊友射 這是最好的選擇 但是他那球球 結果就是控得不好 第二下也控得不好 結果第三下就 拿回Square的球 然後就射入了 雖然他進入了這球 但是如果他再做得好一點的話 這球就可能更加簡單 或者做得成功一點 所以他就說這位球員 艾玲加 也是跟Hannibal一樣的 今年U23 應該重點會培訓他們兩個 希望他們可以 成功 盡快地 看看能不能上一隊 還是怎樣 總之 今季大家如果要看我們的U隊比賽 尤其是U23 就要看他們兩個 還有今年大家要留意 我們U23 就踢PL2這個聯賽 就升上第一組別了 所以今年的對手 將會相當勁於去年 不是啊 還是去年已經升了班 這個我不太肯定 我忘了是去年升班 還是今年升班 總之今年都會在第一組別 所以大家要留意 還有另外一個比賽 就是EFL的Trophy 應該他們兩個都會是主力的 所以我們一隊的情況 我們會留意之外 其實U23也很重要 因為 接下來的幾年 這幾位球員 可能就會上來幫忙 儘管大家看看 究竟他們有多少資料 今次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記得CLS 就是Comment Like和Share 最好訂閱我們兩個 港曼聯的YouTube Channel 包括新聞台和大巴台 拜拜